迷你世界中的脱眉妹 她是一只萌萌大的猴子 那么她最害怕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根据官方大的简介上的描述 并没有写她害怕什么 所以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脱眉妹什么都不怕 错 其实她最害怕一件东西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 非常喜欢脱眉妹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脱眉妹非常可爱 行走的时候会留下金色萝卜 并且她的耳朵是白色的 里面是粉色的 在迷你宇宙中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官方大大在迷你宇宙中 也没有写她害怕什么 只写了她非常活泼 并且喜欢参与活动 那么她什么都不怕了吗 很显然并不是的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 其实脱眉妹 她会变成吸血鬼 并且变成吸血鬼以后 她会拥有黑色袍子和蝙蝠 并且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的吸血鬼 她就是德古拉六世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德古拉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而我们都知道吸血鬼一族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太阳 就和蝙蝠一样 看到太阳 他们就会直接消失 所以这就可以证明 脱眉妹 她变成吸血鬼以后 她最害怕的东西 其实就是阳光 你们知道了吗